在你離開之後的天空 我向風箏尋一個夢 雨後的天空 是否有放清後的面 隆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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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隆 大家好大家好 好這件是這個下集 就是我們鴛鴦湖步道的下集 不是鴛鴦湖啦 藍鷹湖步道的下集 這邊是觀新林 可以看到這以前的景色是這樣子 那現在呢 旁邊的樹都大棧起來 旁邊的樹都大棵的 本來這邊的視野是非常好的 可以看到前面其實 是我們的雪山主峰 然後南湖大山 然後農場的景色 但是現在前面的樹都長起來了 這些樹都大棵起來了 這也是觀新林 就是在我們的藍湖步道上方 那一樣錯綜複雜的路 但是其實它都條條相通的 只要走這個有人走過的痕跡都沒有問題 昨天昨天上集的部分有跟大家報告就是 上集就是在我們的山上啊 常常會有迷路的狀況就是 其實有時候路長得都很像齁 尤其是像這種草原的地方 常會有這種被雨侵蝕過的山溝齁 那有時候走著走著就沒路了 那在山上又容易下午又容易起霧 或者是下雨 如果遇到這種狀況的話 請保持冷靜齁 然後看一下周圍的蛛絲馬跡 像這樣子就可以走 沒有問題的 它其實這條走過去繞過來 其實又從這邊出來齁 從這邊出來 其實它路是條條相通的齁 這邊也有一條路齁 這邊就是剛才繞過去就是到景觀看台那邊 另外一邊的路齁 一樣都可以走都可以走齁 都可以走 那如果你覺得那個路那個草長得太長齁 有點覺得那個不像路的時候 就避開就好了 那其實都是 在山上遇到這種狀況就是保持冷靜齁 然後先看一下周圍仔細觀察一下 不要慌張齁 還有山上的步道最建議啊 都是早上爬會比較 天氣也比較穩定 然後氣候也比較好 來這邊也有 這邊有一個觀山的看牌齁 大家會覺得很神奇 為什麼這種地方會有觀山看牌 我這個是介紹我們觀新林齁 藍陰湖這邊的直批特色 直批特色齁 看就知道 以前這邊就是直批 就是只有草啊 只有草而已 這樹都還沒有長起來 現在這邊已經變森林了齁 這邊解說牌可能要改一下 變森林狀況的介紹 我有沒有看到這個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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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既然是齊天大聖看的地方應該是 遙望一個很壯觀的地方 但是 我們旁邊的樹長起來了 把他的視野都遮蔽了 不然其實從以前從這邊看過去 是直接可以看到我們的天池 很漂亮的天池 一個天池在對面的山丘上面 我們的齊天大聖孫悟空就是遙望的天池 但是現在 都是樹長起來了 這其實就是很典型的 森林火災之後 長起來的原森林 當然不只原森林也有一些我們 我們種植的 這裡還有三細節說牌但是抬頭起來都是樹 什麼山都看不見 什麼山都沒有看到 這其實就是樹長起來 的狀況這樣子 那 前面都是樹 所以 沒錯以前的山都沒有看到 現在 只能從旁邊的路徑這樣子走過去 其實我們藍陰湖 步道和上面的關心林步道是串通的 而且它是 一個環狀的 這是什麼 這個好像是 軟大絕 我不知道是什麼 沒關係 我們來走走走看 其實整個 藍陰湖步道啊 它是一個串通的 這也是建築林 這邊 早期就是整個被火燒森林過 所以 剛才看到那些植批 植物啊 還有這個 這個貿易局 有沒有看到 小小顆的貿易局 正常這個應該已經 已經結束了 現在還有一些 在路邊 這都是先驅的植物 這個芒草林也是啊 那這個是 最先長出來的 那那時候 從這邊看出去 其實這邊視野非常的好 那後來我們有做 森林的 富裕 然後 原生的二葉松也長起來了 所以整個現在 整個步道這邊有一點像森林的感覺 樹越來越大 樹 其實像二葉松啊 或者是像那個 原生的還有什麼樹 很像黃金萬兩的那個 玉山夾沙里啊 那種 原生的 其實它長得很快 相當很快 那最早期的這些芒草 其實 等這個樹長起來之後 它會漸漸的被淹沒過去 這個是入還是不是入啊 這以前應該有那個步道走進去 但是如果看到這種 沒有人走的話 就盡量不要走進去 因為進去 尤其是進去這種芒草林裡面 最容易迷失 夕陽 這是夕陽光 很漂亮 來 走過來看看 我們有進行一些書法 這個 我知道了啦 這條就是我們 廠長一直想要去開發 另外一個景觀亭的位置 景觀的平台的位置 不過 越走 感覺越不妙 進去看看一下 我也一陣子沒有來這邊走了 來 你來看 如果當你覺得越走越不妙的時候 就先回頭吧 就先回頭吧 像這樣子 應該是可以走下去啦 但是 像這樣子越走越不妙的時候 小編個人建議 像這種 如果看起來還是有路段斯 覺得很不妙的時候 你就先回頭吧 回頭是岸 看到這種 就不要進去了 看到草長成這樣子 就算進去應該也不是什麼好路 這種時候 回頭是岸 今天我們走回去 走到正常的路上的話 會比較 舒適一點 然後 不算今天他講的 小編在 跟那個露營區的 管理員講一下 指標還是要做一下 然後 應該做個簡易指標的 這又回到 小編之前常講的 你去 最近 山友常 發燒的議題就是 登山的布條 指引的布條 有一些人 贊同就是 無痕山林 這些布條 不應該綁在 我們的山裡面 然後他就 盡全力的去清除 這些布條 但是呢 有時候 其實你走到這個山頂 沒禮留的地方 走到這個森林裡面 你是 分不清方向的 尤其在 樹林裡面 草叢的話 還有人走過痕跡 樹林的話 走過之後 樹葉掉下來之後 你其實是看不出 那個路的形狀 那這時候 其實有時候 看到那個登山布條的出現 是 一個 指引的明燈 然後 小編 個人覺得 無謂的布條可以拆除 無謂的布條就是 這個路口 你是為了綁布條的綁布條 你看 山上的 植物就是那麼豐富 這是什麼 拍骨燒嗎 然後這裡有 那個野莓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那個嗎 白毛將軍嗎 白毛將軍嗎 好像是 但是 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的就不要亂講 繼續走下去 下面這個 這個斜坡有點陡 大家要注意 因為這旁邊是 看到這個樹枝 樹葉這個是 二葉松 二葉松為主 二葉松的樹枝 非常的滑 要小心 講到哪邊 無痕三菱 就是 有一些路口 那個布條已經綁了 成千 成 成百成千條 這種的時候我覺得就不用綁了 而且 你應該是把舊的拆除掉 留下幾個新的 就好了 讓大家 讓大家知道 那如果你是新的社團的話 這種那麼明顯的路口的話 你就不用綁了 是真的讓那個 那個 像那種整個草叢 或者是樹林裡面 看不出來有路的那種的時候 你指引一下大家 我覺得那才是重點 來 繼續走下去 這個 藍茵湖周邊 其實都是像這樣子 有芒草 因為它原本都是 小明講過就是 那個火燒森林之後 火燒森林之後 最先長出來的就是芒草 或者是我們的 茅爾葉菊 這種先驅的 植物會先長起來 小明也講過就是 很容易 引發森林大火的就是 惡葉松 惡葉松它種子不怕火燒 所以大火之後 它的種子彈出來 最先會長出來的 也是惡葉松 所以像這種惡葉松 林 大部分都是火燒森林之後 最先長出來的 而且它長得很快 又有一個岔路了 這邊走下去是藍茵湖 但是路不好走 然後這邊就是走回去露營區啦 藍茵湖 走過去給大家看 小朋友講就是看到這種 像路不是路的 就先不要走啊 不好走 而且這個旁邊的芒草會刮 人家刮會割人啦 走過來其實 它會下切下去藍茵湖 下切的路也不好走 所以小朋友不建議走這邊 不過 這個角落可以拍藍茵湖 可以拍不錯的景色 有沒有 有沒有 這裡 排過去 如果有看上集的就知道 那個救生權那邊 其實就從那邊上來 上切到這邊 好我們回頭 回頭蘇岸啦 這個也是 這一集 好 哈哈哈哈 其實 藍茵湖 因為是原始的 森林啦 說森林 草原森林 反正就是原始林 所以它的生態其實是蠻豐富的 雖然它 被大火燒散過 但是現在 經過數十年之後 其實它長起來 這些紙皮也非常的壯觀 那這裡面可以看到這些 有一些 紅塊有沒有 旁邊 旁邊這些樹枝被切下來的 有兩種 就是一種就是二葉松 另外一種 現在左邊這個是紅塊 右邊是二葉松 紅塊是我們 森林造林富裕的 就是人工種的 那 二葉松就是 自然長的 你看二葉松 有的長得比我們紅塊還大顆 就是 A松其實它生長的速度相當的快 那紅塊的部分 紅塊這個 其實 要講一個笑話 小編的笑話 就是 曾經小編 剛來到農場的時候 就是當解說的時候帶有一團 那個團裡面有一個貴賓 就是 我們的前前前任 前前前任 某一任的主委 然後 小編又介紹 我們的 露營區這邊都是原生的森林 然後 那個主委就說 給我騙 就是 就是一直說 我騙他 他說 那時候 他還特別過來這裡種這些紅塊 他還 歷歷在目 我說 哇 原來原來 原來當初辛苦種這紅塊的 也有主委 主委大人 也有進來種 所以他非常的了解這個狀況 沒錯那時候其實這邊被火燒山過之後 其實 我們有做造林的動作就是 種這些紅塊 那 紅塊其實在我們農場這邊 生長的也非常的不錯 所以現在露營的時候 露營如果旁邊有一些紅塊 會 那就是我們人工種的 我們富裕的 那如果是惡葉松的話就是這邊的原森林 就是 原來生長的林地 那 畢竟露營區我們 在主要的道路周邊我們的樹還是會進行梳伐 梳伐是為了讓他長得更好更高大這樣子 那 梳伐也是讓大家比較 這些步道比較好走 不然那個洽陽那樣子 是 是比較深 比較 比較自然啦 不過會比較不好看 那 露營區一樣他在進行一些工程喔 因為我們 想要打造一個五星級的露營區喔 讓大家 能有更好的露營體驗 不過 在山林裡面喔 尤其是我們是在水檸保育區喔 做露營的 設備我們是更謹慎啦 好啦 蘭茵湖步道的下集 就這樣子啦 從另外一邊再走出來 分享給大家 前面是我們的露營區了喔 其實露營區 的蘭茵湖步道 很適合小朋友 帶小朋友這樣子去 放電一下喔 去走走喔 就算他們怎麼跑 其實 其實他 他就是一個 迴圈喔 就是八字形的迴圈 怎麼跑都跑得出來啊 天氣非常的好 小便這樣長休一天 下午出來散步一下 順順帶大家 走走 祝大家都有個美好一天 大家拜拜啦 這個產相 很像 很像 一個什麼動作的雲 很美喔 啊這個 哎唷哎唷 帶喔 哇塞 哇塞